阿銘五小時就雙眼全馬 我小二年級主第一名 這第一名的小二就會摸點子了 為了阿銘的前途 爸媽忍痛讓他八歲就離家求學 不可以說小孩不敢 你就把家裡都不斷 爭氣的阿銘讀到大學畢業 就是為了讓辛苦打工的爸媽放心 我以前根本不會下 那時候根本沒有辦法放得下 不喜歡宅在家的阿銘 當街頭藝人賺錢也愛當義工 爹他會常跟我分享 他以前年輕怎麼樣 這個過程當中 我就會學習到不同的人生經驗 樂觀的他成了爸媽的驕傲 他讓我看到另外的一個世界 你知道嗎 4月22日晚上9點 盲人眼中的開闊世界 就在公示13頻道 誰來晚餐